北京时间11月24号40 30分 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用长中5号摇武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5号探测器 火箭飞行约2200秒后 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 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轨道器 返回器 着陆器和上任器 这个四器组成 主要是完成地月的转移 环月 月面软逐路 月面采样和科学探测 月面上升 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并携带样品返回地球等任务 长中5号摇武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 先后实施了助推器分离 整流罩分离 一二级分离 以及器件分离等四次分离 长5号任务是在咱们文昌航天发射场 用长中5号运载火箭 直接将探测器送入地月的转移轨道 探测器与火箭分离之后 将完成地月转移 近月制动进入环月轨道 在环月轨道上 这个四器要做第一次的分离 着上组合体降落在月球正面 风茂窑七北部的这个区域 据介绍 长额5号任务的科学目标 主要是开展着陆点区域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查 获取与月球样品相关的现场分析数据 建立现场探测数据与实验室分析数据之间的联系 对月球样品进行系统长期的实验室研究 分析月壤的结构 物理特性 物质组成 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的研究 在48小时之内 通过机械臂表取和钻具钻取两种方式 共采集月表的岩石和土壤样品约2公斤 同时开展科学探测 完成采样和封装后 上升器在月面起飞 与位于月球轨道上的轨返组合体进行交汇对接 并将月球样品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 长额5号任务由中国国家航天局组织实施 是中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具体由工程总体和探测器 运载火箭 发射场 测控与回收 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组成